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在我和我娘被赶到庄子的第六年,也是我娘病死的第三年,我爹终于过来接我们了。 崔嬷嬷引着她和大夫人来柴房见我的时候,我已经被关在柴房滴水未尽两日了,只能无力地躺在草垛之上。 柴房脏乱的环境,让我爹和大夫人有些嫌恶地后退两步。 我爹脸色铁青,恶狠狠地瞪着我。 畜生,我刚到庄子就听说你动手打人,如此顽劣不堪,你小娘就是这么教你的,崔嬷嬷亲子的老脸上充满了幸灾乐火。 我心中痴笑,崔嬷嬷脸上的伤是我打的,但是那是因为她趁我不在,砸了我娘的骨灰坛。 不过我懒得解释,反正我爹也不会信我,毕竟也不是第一次了。 见我无动于衷,一副死性不改的模样,我爹气得甩袖就要走,却被大夫人拉住。 老爷,我们这次来是有证事的。 我爹文言,皱起眉忍住,脾气,带着克制住的不耐烦看着我,用一副施舍的语气说道,去跟你小娘收拾一下。 你们今天就跟我回府,说着还指着旁边的大夫人继续说,这次是你母亲求了我,我才过来接你的,你跟你小娘要好好谢谢你母亲。 你母亲为了你的事操碎了心,还帮你找好了亲事,让你入宫半嫁,这是经中其他贵女求都求不来的,也难为你母亲还想着你,听着我爹的这些话。 我恶心地想吐。 大夫人是什么人我比她清楚得多,当年就是她设计把我和我娘赶到庄子上的,我娘的死也是她的手笔。 现在所谓的让我入宫半嫁,不过是她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入宫罢了。 虽然我在庄子上六年,但是我也知道,当今皇上缠绵病榻多年,御医也说了, 也就这一两年的事了。 还是当朝国师不甘心,说是要找经中八字合适的贵女入宫冲洗,说不定有一线生机。 这是闹得沸沸扬扬,就算我们庄子偏僻,我也是知道一点的。 如今,看他们两人屈尊于贵来这偏僻的庄子,显然是我那嫡姐陆雪玲就是合适的贵女之一了。 我朝有殉葬习俗,皇上驾崩,膝下没有皇子公主的嫔妃全部都要殉葬的。 我爹和大夫人明显是舍不得陆雪玲,准备让我代替她去死罢了,可还硬要装作为我好的模样,当真是恶心。 不过他们虽然是要害我,却也正合我意。 我勾起一个嘲讽的笑容,缓缓起身,抱紧我娘的骨灰坛,平静地看着我爹说道, 走吧,至于我娘就不用收拾了,她已经死三年了。 我爹皱眉看着我怀中的骨灰坛,不满地说了一句, 晦气,我爹陆旺是当朝护部侍郎,和我娘只赴为婚。 他幼时佳贫,在我外祖支持下才能一直求学。 我爹争气,十六岁中了举人,童年中了近视,虽只是二绑。 但是因为样貌俊秀,得了当年主考大人护部尚书的嫡女崔氏的青睐,被绑下卓序。 崔氏不顾我爹,已有婚约执意下架,我爹半推半就也同意了。 当天崔氏就找到我娘,大庭广众扔下一定银子, 你一个商户出身的女子,见钱眼开,身份卑微,莫要死缠烂打。 这一句惹得我娘和外祖成为笑柄。 事后,我娘和外祖有心退婚, 却被我爹言辞拒绝,只因为我爹怕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 为此他甚至用我娘清白做威胁,让我娘不得不从。 之后,我爹以我娘出身卑贱伤骨, 要难我娘为妾,也算是成全两人之间所立的婚约, 只可怜我娘从正妻便妾时。 我娘姓子温顺不懂争抢,过门后就被催事这个大夫人刁难, 过得小心翼翼,处处忍让。 可越是忍让,大夫人越是变本加厉。 以至于后来我们被赶到这荒凉的庄子等死, 如果不是,我娘每日都把自己为数不多的食物省下来一些给我, 只怕现在我们就是孤焚两个了。 到如今,我娘已经去世三年了, 不过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她临死前的话。 当时她已经病入膏肓, 但是放心不下我, 流着泪拉着我的手说, 燕儿,别怪你爹,也别怪大夫人, 不是娘不恨他们, 而是仇恨只会折磨你。 我只希望你这辈子能平平安安地过完下半辈子。 这辈子是娘对不起你。 把你带到这个世界, 却让你受苦, 如果还有机会, 我还想给你当娘, 到时候我一定让你开开心心地长大。 这些话言由在耳, 只是我不能答应我娘, 我无法做到不报仇, 我总要为我娘和我那位出世的弟弟讨个公道。 当我抱着我娘的骨灰潭, 刚刚踏入陆府大门, 一盆水当头泼了过来, 我下意识把我娘的骨灰潭护在怀里。 这盆水泼了我透心凉, 不知道水里还加了什么, 一股腥臭味从我身上弥漫开来, 好在我娘的骨灰潭没有湿, 我微微松了一口气。 我爹和大夫人, 还有崔嬷嬷等人都捏着鼻子一开几步, 而我则看向面前泼水的人, 正是跟我同岁的嫡姐陆雪玲。 还以为家中来了乞丐, 原来是三妹啊, 陆雪玲看着我, 笑得一脸戏谑, 随后跑到我爹和大夫人身边, 拉着大夫人的手撒娇道, 爹娘, 你出门都不带我, 我一个人在家好无聊啊。 我爹无奈地说了陆雪玲一句, 胡闹, 随后视线落在我的身上, 她声音陡然拔高, 丢人现眼的东西, 还不去换一身衣服, 穿成这样跟我回府, 就是想丢我的人, 怪不得雪玲把你当乞丐了。 陆雪玲得意地笑着, 大夫人也面带戏谑, 他们看着我, 好似在看一个小丑。 而我却一脸淡然, 并没有多余表情, 从下定决心要报仇, 我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 陆雪玲捏着鼻子走到我面前, 轻声说道, 三妹, 替我入宫后, 要乖一点, 否则宫里的大姐姐会像弄死你弟弟一样, 弄死你的, 陆雪玲的话把我的记忆拉回多年前。 大夫人膝下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陆雪玲比我和陆雪玲大六岁。 我十岁生辰那日, 我爹因为差事没办好, 被皇上当朝斥责, 话中明显要有贬观的意思。 我爹害怕, 就把当时已经急急的陆雪玲送入皇宫半价。 彼时皇上已经四十, 虽然入宫富贵, 但是陆雪玲毕竟才十六岁, 也算是委屈。 他不怪我爹, 反而觉得是因为我的八字刻着, 我爹了才会这样。 他直接冲到我院子, 对我喊打喊杀。 争吵中, 陆雪玲对着我娘的肚子重重踢了一脚。 我娘当时已经身怀六甲, 那一脚直接让她流血小铲。 铲婆把死胎弄出来的时候, 我偷偷看了一眼, 那已经是成了形的男胎。 她整个后背都被踢成青紫色, 足见陆雪玲那一脚是下了死力气的, 我娘哭得肝肠寸断。 事后, 陆雪玲还恶人先告状, 跟我爹说是她只是心中气愤, 找我出出气, 是我推着我娘出来挡了她那一脚。 可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见, 陆雪玲那一脚明显就是对着我娘的肚子踹过去的。 而且事后我也偷听到陆雪玲跟大夫人说, 可惜我力气还是小了, 只踢掉了那块烂肉, 没把那件人一起踢死。 大夫人当时还安慰陆雪玲, 无妨, 回头我自会把他们弄死, 幸好我们提前看出那是个男胎, 否则等孩子生下来, 那件人肯定得意, 我把偷听到的话跟我爹说了, 可惜我爹不信, 他也说是我八字不好, 克了他也克了我弟弟, 在大夫人的怂恿下, 让人把我送去庄子。 我娘不忍心我受苦, 不顾小产后身体虚弱, 也跟着我一起去了庄子。 思绪翻涌, 我有些愣神, 陆雪玲以为我被吓到, 她笑得自意, 我还给妹妹你准备了大礼, 妹妹不会忘了身上这股味道是什么了吧, 话音刚落, 一个黑色的影子窜了出来, 落在陆雪玲脚边, 正是一头毛发油亮的大狗。 看到大狗, 我瞬间记起我身上这股味道, 正是狗尿的味道。 而眼前这条大狗我很熟悉, 它是陆雪玲十岁生辰礼物, 听说有狼的血脉, 它十分喜欢这条狗, 还给狗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 叫狗将军。 陆雪玲为了培养狗将军的凶性, 会喂食一些活鸡活鸭。 以前折磨我的时候, 会把带血的牛肉系在我身上, 然后解开狗将军的链子, 让狗将军追着我撕咬。 不过那个时候, 狗将军还小, 倒不会咬死我, 但是我还是会被锋利的狗爪子 弄得遍体鳞伤, 也算是我小时候的噩梦。 此时, 这条狗远不是六年前可以比的, 它毛色油亮, 飙肥体贱, 胸向壁露。 它对着我亮着獠牙, 那獠牙中隐约还残留着丝丝血肉, 更添几分凶性。 凶狠的狗眼带着嗜血的胸光紧盯着我咽喉处, 嘴里发出嘶吼, 一副要扑上来一口咬断我喉咙的姿态。 陆雪玲发出兴奋的大笑, 期待着我被吓得屁滚尿流的样子。 我心中微沉, 却也没慌张, 放在袖口的手死死扣着一根锋利的银簪子。 够了, 我爹开口制止, 然后看向我, 语气颇为不耐, 刚回来就惹事, 自己滚回院子, 大夫人也有些称怪地用手指轻点了一下陆雪玲的鼻子, 你何必跟一个玩意闹, 平白降了身份, 陆雪玲有些扫兴, 踢了一脚狗将军, 狗东西, 回你的狗窝去, 听着好似在骂狗将军, 但是却是看着我说的。 我什么都没说, 欠身离开。 回府一个月, 除了当天陆雪玲给我下马威外, 后面她倒是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是大夫人怕我们替嫁的事被人知道, 就先送陆雪玲去了外地。 回府后吃喝上一直很丰盛, 倒不是大夫人和我爹发了善心, 而是这六年我长时间吃不饱饭, 看着过于瘦弱, 所以临时给我补一补。 等到第二个月, 我的面色看着已经好多了, 同时也到了入宫的日子。 府中表面工作还是做了, 喜战红灯笼还是准备了, 连带着嫁妆也准备了不少。 宫里接我的轿子在门前等着, 我穿着喜服在丫鬟的搀扶下走出大门, 从头到尾还是没见到我爹和大夫人。 我转头看向送嫁队伍的领头人, 正是一直在庄子上看管我和我娘的崔嬷嬷。 我看着一旁的管家开口, 我要崔嬷嬷陪嫁, 崔嬷嬷脸色一变, 随即恶狠狠地瞪着我。 贱人, 你别太过分, 我可是夫人的陪嫁, 怎么可能让我跟你进宫, 管家一正, 不知道怎么办。 我看着她又开口, 如果不答应, 我就不嫁了, 管家文言不敢耽误, 小跑进去。 我看着崔嬷嬷露出一个灿烂笑容, 嬷嬷, 我们的恩怨还没有算清楚呢, 这六年, 劳烦嬷嬷一直照顾我和我娘, 我要带你入宫享受富贵, 崔嬷嬷脸色极为难看, 显然她是知道我入宫就是送死的。 这六年, 崔嬷嬷得了大夫人的吩咐, 对我和我娘各种折磨, 在我娘病重后, 居然把我和我娘锁在房间, 一直到我娘病死, 才打开门。 期间, 不管我如何哭求, 她都好似没听到一般, 这些年, 我不是没机会杀了她, 只是杀人要偿命, 为了她赔上, 我的命不值得, 毕竟, 我还要对付大夫人等人。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只要入了宫, 我有的是办法来折磨她。 办上之后, 管家小跑着出来了, 夫人同意了, 崔嬷嬷脸色惨白, 我却笑得得意, 嬷嬷。 我们进宫后, 慢慢玩, 嬷嬷嬷强装镇定, 你也别得意, 入了宫我还有大小姐给我做主, 大小姐如今可是淑妃娘娘, 掌管宫中大小事宜, 你还是得夹着尾巴做人。 我笑了笑不在意, 在丫鬟的搀扶下走进轿子, 队伍也开始朝着宫里走去。 我很期待和陆雪薇再见面呢。 这一批入宫的贵女 差不多七八个, 一律被封为美人。 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只是摆着, 也不会被招式寝, 所以被统一安置在宫里 最偏僻的院子。 我坐在窗前, 看着月色, 微风中传来淡淡的乌叶声, 我知道这是旁边院子 那些贵女在哭泣。 大家都知道, 我们入宫就是送死, 他们或许为了家族, 或许是被逼, 但是都无可奈何。 崔嬷嬷站在门前, 看着我嘲讽地笑道, 有些人就是命贱, 就算入了宫又如何, 还不是守活寡, 而且要不了多久就要死咯, 她已经跟我撕破脸, 自然不会讨好我, 而且她自诩有鹿雪薇, 这个淑妃护着, 自然也不怕我。 我嘴角勾起, 透过窗户看向前清宫的方向, 谁说病入膏肓就不能行房事了, 我偏偏就要试寝。 经过一晚上的自怨自艾, 第二日新入宫的美人, 就分成了三波行事。 一波去了皇后处, 一波去了陆雪薇这个淑妃处, 还有一波继续自怨自艾等死。 去皇后和陆雪薇的那两拨人, 明显是想找这两人庇护自己, 虽然不能让自己免于以后的殉葬, 但是起码这一两年可以过得好点。 如今后宫中, 只有皇后和陆雪薇膝下有皇子傍身, 不过皇后的身体也不好, 所以后宫的事多数是陆雪薇在处理。 看似是陆雪薇占据了上风, 但是皇后膝下太子已经成年, 而陆雪薇的二皇子才六岁, 所以实际上还是皇后这边占了优势。 但是不管如何, 如今后宫也是他们两方最为是大, 所以想要在宫里过得好, 只能找其中一位来投靠。 而我不属于这三拨人, 我没有去讨好皇后和陆雪薇, 也没有自怨自艺地等死, 而是提着石河去了乾清宫, 想要侍寝总得兵行显招。 皇上作为后宫真正的主人, 自然不缺人去讨好, 只是皇上病重这两年, 嫔妃市籍的时候多数都哭哭啼啼, 影响到了皇上休养, 之后皇上直接下令不用妃嫔市籍。 有嫔妃不甘心, 还是每日过去, 皇上被扰得不厌其烦, 直接仗杀了一个妃子, 自此没人再敢去惹恼皇上, 除非皇上点名让妃嫔过去。 所以当我提着石河过去的时候, 有不少人等着看笑话, 想看我如何惹恼皇上。 不过很可惜, 我去乾清宫也只是放下石河就离开了, 并没有做什么纠缠, 这让那些看戏的人觉得索然无味。 当然, 石河也没有送到皇上面前, 就被御前的太监丢了, 因为皇上的膳食都是太医制定的药膳, 以防万一, 别的食物都不能乱吃。 不过我并不气馁, 依然每日都过去, 当然每次都没有见到皇上, 连石河也照常被丢掉。 为此宫中人都笑话我, 连崔嬷嬷也一脸看笑话地说道, 不如去求求淑妃娘娘, 或许娘娘大发慈悲, 可怜你, 把你当个玩意养着, 让你在这宫里有口饭吃, 总比做这种无用功强多了, 我并不搭理, 依然不厌其烦地每日去前清宫送吃食。 一直到一个月后, 我送完石河回来, 正好在院子门口遇到三个人拦住了我, 拦住我的是崔嬷嬷和两个美人, 这两个美人我认识, 一个姓黄一个姓宋, 两人父亲都是户部的官员, 在朝中都以我爹马首是瞻。 这两人入宫后, 就是见陆雪薇的那拨人中的两个, 不过陆雪薇根本不见这批入宫的美人, 连他们也没有见到陆雪薇。 而他们不甘心, 就想到了崔嬷嬷, 毕竟这段时间, 崔嬷嬷对外宣称是 陆雪薇以前的奶嬷嬷, 地位非常, 引得好些美人都对她 阿鱼奉承, 其中这黄美人和宋美人最为勤快。 崔嬷嬷见回来, 上下打量我一番开口, 丢人现眼的东西, 我们陆家的脸都让你丢光了, 现在满宫里的人都在看我们陆家笑话, 你自己不要脸。 但是淑妃娘娘和陆家还要脸面呢, 我没有理会崔嬷嬷, 竟自往里走, 黄美人和宋美人直接拦住了我, 陆美人, 崔嬷嬷嬷的话还没说完呢, 你这什么急呀, 崔嬷嬷冷哼, 她也觉得丢人了, 所以着急进去躲起来呀, 此话引得黄美人和宋美人一阵轻笑, 黄美人笑着看着宋美人问道, 姐姐, 你说有的人啊, 就是自不量力, 结果呀, 就是一个跳梁小丑, 宋美人点着头附和, 妹妹说得对, 不光是跳梁小丑, 还是整个皇宫的笑话, 听说连那些宫女太监听了都觉得丢人, 崔嬷嬷看着两人挖苦, 我脸上都是得意, 她细谑地看着我, 想从我脸上找出窘迫的情绪, 不过很可惜, 我并不在意, 我嘴角微微勾起, 淡淡地看着宋美人和黄美人, 我丢不丢人我不知道, 但是和两位姐姐给一个老奴才当狗比起来, 妹妹我还是要差上一些的, 此话引得宋美人和黄美人脸色一下子难看, 我看起来, 崔嬷嬷自觉受辱, 上前一步来到我面前, 直接发难, 你放肆, 你言行无状, 出口伤人, 我回头定然, 会告诉淑妃娘娘, 好好教训你一顿, 我痴笑一声, 一脸不屑, 你见得到陆雪薇吗? 陆雪薇如今正地闲呢, 怎么可能见崔嬷嬷这个奴才? 我不屑一顾的表情, 刺痛了崔嬷嬷嬷, 她哽着脖子嘴硬道, 我可是淑妃娘娘的奶嬷嬷, 我要见她自然见得到,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这一个月冷脸贴冷屁股, 出去丢人现眼吗? 宋美人和黄美人也跟着帮枪, 陆美人你怎么配跟崔嬷嬷比? 你就算悄无声息地死在宫里, 皇上也不可能知道你的, 还以为能感动皇上, 很可惜, 皇上连你的面都不见, 真是笑话, 宋美人的话音刚落, 一个小太监匆匆忙忙地小跑了过来, 看到门前的我, 他长松一口气, 然后跪在我面前, 陆美人, 皇上让你今晚世寝, 此话一出, 全场安静, 宋美人和黄美人露出 不敢置信的目光, 崔嬷嬷一脸阴沉地死死盯着我, 皇上招我世寝的消息, 前后不过半盏茶的时间 就传遍了整个皇宫, 那些看我笑话的人, 一个个都惊掉了下巴, 他们都暗自奇怪, 皇上这一年, 除了皇后娘娘和陆雪威 这个淑妃之外, 根本没有招过其他人侍寝, 连宫里其他娘娘都不曾有的待遇, 为什么会便宜我? 而且皇上明明没见过我, 也根本没吃过我送过去的吃食, 怎么就突然知道了我? 他们完全想不出缘由, 最后一致都觉得 我去乾清宫送吃食这个办法, 肯定是有效果的, 一个个开始摩拳擦掌, 决定明日定然也要试试, 不过不管他们怎么想, 在夜幕降临后, 我就被皇上身边的小太监 接去了养心殿。 我躺在养心殿中, 等了差不多半个时辰, 终于等到皇上推门走了进来。 他身穿长服, 面部坚毅沉稳, 鼻梁挺拔, 岁月在他的病发间 增添了一些灰白, 已经四十六岁的他 虽然被病痛折磨, 但是并没有什么老态, 只是面色确实苍白, 但是那双眼睛却依然凌厉。 他缓步走到床边, 然后直接坐下。 一股淡淡的药味传来, 我略微紧张的心情, 奇迹般平复下来。 皇上掀开被子, 我立马适时低头露出羞涩之态, 他并未说话, 视线落在我的右手手腕处, 此时我的手腕处用白布包扎着, 点点心红已经硬湿了白布。 皇上伸手一扯, 白布立马脱落, 我手腕处的伤口映入他的眼帘。 伤口猙獰, 心伤叠加旧伤, 看得出是多次割伤。 我事实英宁一声, 惹得皇上瞬间放轻了动作。 为何这么做? 皇上看着我手腕处的伤口沉声问道。 我微微抬眸看向皇上, 眼中戴上几分, 娇羞几分深情几分委屈, 这眼神我入宫这一个月练习了多次, 所以此刻我用起来格外得心应手。 臣妾, 只是希望皇上身体可以好转, 我弱弱地开口。 皇上轻叹了一口气, 粗力的手指轻碰我的伤口, 小心地问我, 疼吗? 随着这句话问出口, 我的眼泪瞬间盈满了眼眶, 然后滴滴流了出来, 露出弱女子的一面, 好疼的。 皇上见此瞬间慌了, 对着外面大声开口, 昭御医, 看着皇上如此着急, 我知道我的苦肉计成功了。 以人血入药的苦肉计, 就是我这一个月在做的事。 为皇上监要的是他身边的老太监康福寿, 皇上如果驾崩他, 也会跟着殉葬的, 想收买他, 只能用眼前的利益。 我把陆家给我的陪价 全数送给了康福寿, 那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他或许用不上这些钱财, 但是他宫外的家族后辈 还是需要的。 为求苦肉计真实, 我每日真的生生割破手腕取血, 我不敢加太多, 怕皇上一开始就喝出来, 那失去苦肉计的效果了。 一直等到一个月后的今日, 我感觉时机成熟, 特意多加了一点血, 让皇上尝出不一样来, 随后一调查必然会知道原委。 康福寿拿了我的银子, 肯定也会表演一番, 说的话我大概都能猜出来, 肯定是先请罪, 然后说是被我的真心感动 才成全我。 用血来给自己入药用心良苦, 皇上得知后必然会有所触动, 尤其是这个人还是他的女人, 所以才会有刚刚的对话。 御医来了, 给我重新包扎了伤口, 并且叮嘱我要好好休养后 就离开了。 皇上叹气, 往后不许再做这种事, 人血入药都是假的, 我轻咬下唇, 脸上带着倔强, 臣妾其他的都可以答应皇上, 但是这个不能答应皇上。 古方都有用人血入药起死回生的, 臣妾也一定能救皇上, 如果是其他事情拒绝皇上, 必然会惹怒皇上, 但是在此事上我的拒绝, 反而会让皇上对我更加怜惜。 果然皇上听到我的话, 露出一丝感动, 他握住我的手, 你这又是何必呢? 见时机成熟, 我抱住皇上, 用怯生生的声音开口, 皇上, 臣妾能成为你的女人吗? 来的时候, 我特意在身上熏了让人情动的香, 此刻美人在怀, 皇上又正是感动的时候, 加上熏香辅助, 我相信没有男人能抵抗住。 皇上也是男人, 自然也开始了下一步。 这一夜, 我的叫升格外地缠绵响亮, 为了满足皇上的虚荣心, 让他格外卖力, 也是让外面守着的各宫眼线听一听。 一夜疯狂, 我从美人晋升为结余, 刚回到院子, 内务府就送来了各种补品, 络绎不绝的东西, 让一直在外面守着的崔嬷嬷眼红得不得了。 等内务府的人离开, 崔嬷嬷就冷嘲热讽, 不就是伺候了老男人吗? 有什么好得意的? 这些东西都是用身体换来的, 脏得厉害, 我双眼微眯, 直接起身走到崔嬷嬷身边, 抬手就狠狠甩了她一耳光。 她的一声, 让旁边伺候的太监宫女 嘟下意识低下头不敢看过来。 崔嬷嬷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这段时间她打拙陆雪薇的旗号肖张惯了。 而我这段时间一直忍让着她, 让她一度以为我害怕陆雪薇, 不敢对她怎么着。 你敢打我, 我没有理会崔嬷嬷嬷, 而是看向旁边候着的两个小太监, 把崔嬷嬷拿下, 送去慎行司, 崔嬷嬷怒道, 谁敢? 我可是淑妃娘娘的奶嬷嬷, 两个小太监犹豫不敢上前。 我冷笑, 指着其中一个小太监吩咐道, 你现在就去淑妃那边, 告诉她刚刚发生的一切, 要一字不漏, 然后让她定夺, 那小太监文言, 立马飞奔出去。 随后我也不再说话, 直接坐到桌旁坐下, 开始喝茶。 崔嬷嬷恶狠狠地瞪着我威胁道, 你等着, 淑妃娘娘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前后不过半盏茶, 小太监就回来了, 跟她一起过来的, 还有一个大宫女搭扮的女子。 只看一眼, 我就认出来人, 是陆雪薇从前在府里的贴身丫鬟翠霞, 后来跟着陆雪薇一直入了宫。 崔嬷嬷显然也认识翠霞, 看到翠霞直接殷勤地迎了上去, 翠霞姑娘你可来了, 你都不知道, 崔嬷嬷的话还没有说完, 翠霞直接就打断了, 淑妃娘娘有令, 崔嬷嬷罪犯欺君, 不用送慎行私了, 直接仗毙, 崔嬷嬷一下子傻了, 来不及求饶, 就被翠霞身后两个粗壮的太监捂着嘴, 拖了下去。 我笑了笑, 并没有什么意外, 只是心中不有感叹。 陆雪薇行事果然狠狠辣, 也真是快刀斩乱麻。 这一个月, 我刻意纵容崔嬷嬷嬷, 就是为了恶心陆雪薇, 也是让崔嬷嬷气焰更甚一些, 所以刚刚她才会说出, 我伺候皇上这个老男人, 用身体换东西的话来, 颠排羞辱皇上, 这就是欺君之罪, 如果闹大了, 陆雪薇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陆雪薇才会如此果断行事, 把这件事影响扼杀在摇篮当中。 不过这件事没发酵, 我也不遗憾, 本来我主要就是为了除掉崔嬷嬷, 也算是复仇的第一步。 翠霞发落了崔嬷嬷嬷, 随后视线落在我的身上, 她眼中轻视一闪而过, 不过还是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 陆结瑜, 我看着翠霞问道, 是淑妃娘娘有什么吩咐, 翠霞板着脸。 我们娘娘说, 陆结瑜你不顾皇上龙体, 故意献媚妖宠, 娘娘让陆结瑜去朱雀街跪上三个石阵小城大戒。 我笑了, 陆雪薇还真是会折磨人, 比以前的阴狠更添了几分毒辣。 朱雀街是后宫的主街道, 几乎后宫妃嫔和宫女太监 都会经过的主干道, 让我去那里跪三个时辰, 那真的是极具羞辱地丢人了。 要是面子薄一点, 只怕当晚就悬梁自尽了。 关键是我还无法拒绝, 因为陆雪薇的理由很充足, 而且她现在协理六宫, 是有权利这么做的, 倘若我拒绝, 必然会面临更严厉的惩处。 翠霞就这么看着我, 好似在等待着我的拒绝。 我起身微微欠身, 臣妾领罚, 我的知趣让翠霞愣了一下, 随即她又恢复冷漠。 淡淡开口, 我们家娘娘说了, 让你安分守己, 要认清现实, 你就是脚底泥, 麻雀再怎么折腾, 她也成不了凤凰。 娘娘可以一口定崔嬷嬷的死, 也一口可以定路结于你的生死, 毕竟在娘娘看来, 你跟崔嬷嬷那个奴才没什么区别, 话到这里, 我基本上也听出来了, 这是陆雪薇杀鸡儆猴啊。 而且陆雪薇从来都是看不起我, 连面都不屑于路。 翠霞说完, 也不等我反应, 直接欠身离开, 不过还有两个嬷嬷留了下来, 显然是盯着我去受罚的。 当然我也不准备抵赖, 来到朱雀街就跪在大街的主干岛, 任由来来往往的太监宫女指指点点。 陆雪薇这招也确实不错, 让昨日还蠢蠢欲动的那些美人都不敢轻易去乾清宫送吃食了, 毕竟连我这个刚刚被宠幸的结余, 也要被如此羞辱责罚。 我跪满了三个时辰, 才起身回了院子, 心里盘算着既然除掉崔嬷嬷, 那下一个也该轮到陆雪薇了, 做人总要礼尚往来一番, 他刚羞辱了我, 我必然也要出招才对。 当然想要对付陆雪薇, 只有我一个人是不够的, 我还得有一个人的帮助, 这个人就是陆雪薇以前爱得要死要活的一个男人。 平南王肖策, 肖策是当今皇上的亲弟弟, 是先帝的老来子, 先帝对肖策异常宠爱, 而肖策也很争气, 才十岁就自己请愿去军中历练, 打了多次胜仗。 传言先帝晚年还动了换太子的想法, 当时的太子就是如今的皇上, 不过当时的皇上已经初步掌握朝堂, 先帝也无力更改。 不过这也让如今的皇上对他这个弟弟异常忌惮, 毕竟肖策在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也正是如此, 肖策也是荆中贵女的梦中情郎, 连陆雪威也不例外。 六年前的陆雪威一心想嫁给肖策, 直到六年前肖策出京平乱, 被人埋伏后生死未知了半年, 陆雪威才歇了心思, 入宫成了妃子。 不过后来就当众人都以为肖策已死的时候, 肖策带着自己的亲卫势如破竹地 灭杀了三十多处的山贼匪患, 让平南王的名声再次响彻上京城。 如今皇上病重, 肖策反而如日中天, 听说皇后和陆雪威一直在拉拢肖策, 希望肖策这个平南王在皇上驾崩后 可以支持自己儿子登基。 而我如今的目标也是这个肖策, 不过肖策很少入宫, 想跟他有所交际只怕不容易, 不过我却还是有些办法的, 就是担心时间上来不及。 为此我这段时间经常出入御书房, 就是希望能碰上肖策。 因为上次我被责罚, 皇上还怜惜了我一番, 这段时间也准许我每日去御书房市集。 不过说是市集, 其实也就是温存, 所以如今的我在后宫众人眼中 也是皇上最为宠爱的妃子, 引得跟我一起入宫的那些美人各个眼红不已。 别人只以为我春风得意, 我却一常着急, 毕竟皇上的身体我清楚, 如果我不能尽快怀上皇嗣, 我也得死。 一直到一个月后, 我提着空着的石盒 从御书房走出来的时候, 正好碰上入宫的肖策。 肖策似乎刚刚回京, 身上都是风尘, 我微微欠身, 肖策的视线在我身上扫过, 最后停留在我腰间的玉佩上, 不过也只停留了一秒, 就一开了, 然后若无其事地踏步进入御书房。 我看着肖策的背影, 微微松了一口气, 还好来得及。 肖策入宫, 后宫也热闹起来, 病中的皇后和陆雪薇 都派人在御书房门口等着, 就是想请肖策过去一趟。 不过听说肖策谁都没见, 自顾自地去了后宫的一处别院, 那是肖策母妃以前居住的地方, 当今皇上特意给肖策留着, 方便她入宫居住。 新入宫的美人们都好奇肖策, 只有我入夜就让宫女太监去了外院, 而我熄了灯就寝了。 自时时分, 一直警醒地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 还不等我反应, 一个人影落到了我的床榻之上。 我心中微惊, 不过瞬间就放松下来, 因为我知道来人是谁。 没想到你进了宫, 来人开口。 借着月光, 我看清了她的脸, 正是肖策。 我看着这张英俊坚毅的脸庞, 微微一笑, 王爷别来无恙, 谁都不知道, 在六年前肖策失踪的那次, 她被一个十岁小女孩救了, 那个人就是我, 也正是我刚刚被赶到庄子的时候。 那时候肖策正在被追杀, 身受重伤躲在草垛中, 而我帮她诱导追兵去了别处。 她赠我玉佩, 许我一个愿望, 我当时就知道她是肖策, 毕竟陆雪薇的房间挂满了她的画像, 也正是如此我才冒险救了她。 肖策一把扯下我腰间的玉佩, 所以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抱住肖策的腰, 请王爷给我一个孩子, 我不想死, 肖策身体危症, 随即吃笑一声, 陆雪燕你野心不小, 你的目标只是要一个孩子吗? 被肖策看出真实想法, 我也不慌张, 而是定定地看着她。 王爷, 当年你是被皇上的人追杀吧? 他忌惮你, 所以要害你, 如今他已经病入膏肓了, 难道王爷你还怕他不成? 还是说王爷你没中, 很粗浅的激将法, 但是显然很有用, 肖策一把掐住我的脖子, 把我按在床上, 他栖身而来, 把我压在身下。 我并不惊慌, 双手环抱住肖策的脖子, 直接吻了上去。 肖策呼吸急促, 随即猛地抱起我, 一场以你在室内上演起来。 我从未想过为皇上守劫, 皇上本也自私。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们这些人入宫后, 必然会给他殉葬, 但是他依然让我们入宫, 我不想死, 我只能自救。 这一夜在我刻意诱导下, 肖策要了我很多次, 我有信心可以一击命中。 果然在第二个月, 我就发现我月氏没有来, 请了御医一看, 果然怀了身孕。 这个消息犹如在平静的池水中 投入了一个石子, 惊到了整个后宫。 皇上大喜, 他已经重病, 依然能让妃嫔有孕, 这让他虚荣心 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直接晋升我为嫔, 并且让整个太医院 都好好护助我这台。 在皇上离开后, 陆雪薇带人来了, 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摆足了架势。 这也是我入宫后, 第一次见到陆雪薇, 如今的他已经脱去稚气, 整个人看着雍容华贵许多, 只是他此时阴着一张脸, 破坏了这份雍容华贵。 他走到我床边, 拉起我的手, 尖锐冰冷的护甲紧紧地 扣在我的手背之上, 妹妹好福气, 爹娘听说了也很高兴, 妹妹要当母亲了, 自然也知道当母亲的难处, 也要想想自己母亲, 听说妹妹把他葬在清新关附近, 回头本宫让人重新给他修缮一番, 看着陆雪薇冰冷扭曲的脸, 我心中畅快, 不过他的话却让我又有些恼怒起来, 他这是拿我娘的骨灰来威胁我, 不过很可惜, 他很快就会发现, 那坟墓里面的骨灰是假的, 真的骨灰我偷偷放在陆家祠堂的牌匾后面, 让我爹和大夫人日日跪拜呢, 陆雪薇威胁完后就离开了, 皇后那边倒是没有过来, 不过他派人送来一些补品, 其他妃子美人也相继送了一些东西过来, 虽然我都收了, 但是我一件都没用过, 半夜的时候萧策又来了, 他盯着我的肚子什么都没说, 只是看了一会儿后就离开了, 我胎还未坐稳, 就有人不甘心地动手了, 先是有小太监无端冲撞我, 接着就是有人在我门前的路上撒了油, 当然也有人在我的安胎药里面加了红花, 这桩桩渐渐我都看出来了, 不过我对外表现就是中招了好几次, 也动了胎气好几次, 我心中知道, 这些人多半是陆雪威或者皇后动的手, 不过我也不能明说, 我必须让皇上那边给我出气, 为此我甚至还假装晕倒了一次, 表现出有小产迹象, 也是这一次皇上彻底震怒了, 直接彻查后宫, 最后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打死几十个人, 这才消停下来, 吓得后宫风声鹤唳, 人人自危, 当然这件事的影响就是那些小动作彻底消失, 我也得以平安养胎, 在太医的精心照顾下, 我足月产下一个小皇子, 皇上大喜, 大赦天下说是为小皇子积德, 还封我为妃, 这个消息气得陆雪威砸了整个房间的瓷器, 在小皇子产后第三天, 我爹就送了帖子进来, 说是要来看看我, 不过我拒绝了, 现在还不到时间, 小皇子的满月礼, 皇上办得很盛大, 连病中的皇后也出席了, 我坐在皇上右手边, 享受着所有人的目光, 当肖册出现在满月礼上的时候, 把宴席推上了高潮, 所有人都知道, 平安王肖册最不喜欢人多的宴席, 没想到这次也参加了小皇子的满月礼, 皇帝能来参加浩儿的满月礼, 真是难得皇上对肖册笑道, 肖册拱手, 臣帝也是闲来无事, 就来凑个热闹, 说完他取下腰间的玉佩, 放到小皇子的墙宝中, 这是臣帝的心意, 一直旁观的陆雪薇和皇后都脸色难看,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相反,皇上那边却大笑起来, 我把小皇子交给身边的嬷嬷, 起身对着肖册欠身, 多谢王爷, 突然一个小小人影从人群中窜了出来, 直接对着墙宝中的小皇子的脸上就是一抓, 嬷嬷连忙后退, 不过小皇子还是大哭了起来, 众人大惊, 全部看了过去, 就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孩, 正大笑着说道, 都看什么看, 我就是跟弟弟玩闹呢, 说完小跑到陆雪薇身边, 母妃, 弟弟又软又嫩, 捏起来真舒服, 这个小孩, 正是陆雪薇六岁的儿子, 当朝二皇子消寒, 此时, 我连忙接过嬷嬷手中的小皇子, 哄了起来, 我看见小皇子细嫩的小脸上, 多了几道清晰的抓痕, 小皇子哭得生死力竭, 我心中难受, 显然肖寒这小子, 年纪轻轻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跟他的母亲如出一辙, 陆雪薇起身对着我和皇上那边欠身, 皇上, 孩儿出手不知轻重, 念在他还小, 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皇上冷哼了一声, 却也没说什么, 毕竟两个都是他的孩子, 我冷冷地看着陆雪薇, 却看到他脸上都是得意之色, 他身边的消寒还对着我做鬼脸, 我压下心中怒气, 姐姐说笑了, 就是两个小孩玩闹, 说明他们兄弟感情好, 说着我看向陆雪薇身边的萧寒, 二皇子你以后跟弟弟玩的话, 能不能把指甲修剪一下, 弟弟现在还小, 容易被指甲抓伤, 皇上闻言, 急忙起身看了一眼 强宝中的小皇子, 顿时怒气大盛, 来人, 把伺候二皇子的嬷嬷和宫女直接仗毙, 发二皇子闭门思过一个月, 说完皇上抱着小皇子就去找了御医, 所有人都有些震惊, 没有人注意到, 一直在旁边站着没说话的萧策在, 看见小皇子脸上那清晰的几道红痕厚, 脸色阴沉得有多么可怕, 皇上离开后, 皇后等人也三三两两离开, 陆雪薇缓步走到我面前, 低声道, 无关痛痒的惩罚, 这一次只是给妹妹你一个教训, 让你知道, 孩子还小, 要是有个磕着碰着, 说不定就长不大了, 说完大笑着离开, 三日后, 陆府又送了帖子进宫, 不过不是我爹, 而是大夫人给我递了帖子, 这一次我没拒绝, 当天大夫人就带着陆雪灵进宫了, 大夫人和陆雪灵双双行礼, 随后就坐下, 娘娘一举诞下皇子, 让你爹高兴了好几日, 大夫人率先开口, 面带笑意, 好似拉着家常, 陆雪灵也笑着说道, 来的时候就听说小皇子长得很可爱, 我可以去看看吗, 两人和气的模样, 完全看不出之前是多么想弄死我, 大夫人看着我说道, 就让雪灵去看看吧, 臣妇还有话跟娘娘说, 我摆了白手让两个宫女带陆雪灵过去, 小皇子身边现在有不少人守着, 陆雪灵做不出什么来, 等陆雪灵离开后, 大夫人又开口, 娘娘如今也有了孩子, 往日种种不如放下吧, 我眉头微挑, 一脸叹咎地看向大夫人, 大夫人没有丝毫不自在, 娘娘也姓陆, 打断骨头连着筋, 陆家好, 娘娘才能好, 如今皇上膝下三个皇子, 有两个出在我们陆家, 这是我们陆家的机会, 淑妃娘娘 已经答应我了, 如果娘娘和小皇子能支持二皇子登基, 那淑妃娘娘也承诺, 封小皇子为王爷, 赏封地十亿, 让你们母子能富贵地过完下半辈子, 而且你母亲那边我也可以做主, 让老爷安排她进陆家祠堂, 所以娘娘你意下如何, 我轻笑, 果然不出所料, 这母女两个就是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黑脸, 我就奇怪小皇子满月里, 陆雪薇为什么要做出这么不理智的事, 原来就是要是要唱个黑脸, 好让陆家人唱白脸, 来让我屈服, 毕竟在她看来, 我无权无视, 很难护住小皇子, 但是她也不敢轻易害小皇子, 否则被查出来, 也是得不偿失, 所以才有了满月里这场戏, 我看着带着稳操胜券的大夫人, 淡淡地开口, 我拒绝, 大夫人和陆雪凌是气呼呼地走的, 临走前大夫人丢下一句, 不识好歹, 等两人离开后, 我看向身后后着的一个丫鬟, 陆雪凌做了什么, 这丫鬟叫彩珠, 是内务府昨天送过来伺候的, 不过却是肖册的人, 身手很好, 专门负责守着小皇子, 彩珠欠身开口, 陆二小姐趁人不注意偷了小皇子用的帕子, 不过奴婢已经暗中把帕子换成二皇子用过的帕子, 还好娘娘料事如神, 我冷笑, 不是我料事如神, 而是我了解陆雪凌。 我如今已经妃子, 陆雪凌怎么可能来看我, 大夫人为了陆雪威和二皇子不得不来, 那陆雪凌过来, 显然是别有所图。 她的图谋我用脚后跟响, 也知道跟小皇子有关, 所以早早就准备了后手。 陆雪凌的狗将军最擅长就是文位攻击人, 希望陆雪凌好自为之。 大夫人气愤而归后, 宫里和陆府反而都安静下来, 皇上的病倒是越来越严重, 好几次都吐血昏迷。 皇后和陆雪威没有轻举妄动, 只是他们身后的势力开始频繁地去求见肖册, 不过肖册一直避而不见。 国师提议举行法事, 让后宫中人和百官及其家眷都来给皇上祈福。 祈福日很快来临, 皇上强打起精神带着后宫众人出宫祈福,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太子。 太子已经十七八岁了, 但是整个人站在皇后身后有些唯唯诺诺, 我心中叹息, 怪不得陆雪威和六岁的二皇子都敢跟太子争夺皇位, 原来是太子不顶用。 我视线环顾众人, 看到了一脸冷笑, 看着我的陆雪威还有他身边的二皇子萧寒。 我视线一动, 看到下方人群中的陆家人, 不过陆雪玲不在人群中, 我心中明了, 此刻陆雪玲只怕躲在暗处安抚他的狗将军。 国师主持祈福仪式, 皇上先上香, 随后是皇后和我们这些妃嫔, 然后才是太子等皇子。 等到太子带着二皇子上前后, 我示意彩珠抱着小皇子跟上去。 就在此时, 一个黑影窜了出来, 众人大惊, 护卫连忙, 把皇上和皇后护在身后。 那黑影快如闪电, 直接冲向二皇子萧寒而去。 此时我也看清了, 那黑影正是狗将军。 在萧寒惊慌的哭喊声下, 狗将军一口咬住萧寒的手, 开始撕咬起来。 陆雪威惊慌着大喊救人, 我视线环顾四周, 就看到陆雪玲满脸, 惊恐和不可置信地冲了出来。 他呵斥着狗将军松开嘴, 但是此刻的狗将军完全不理会陆雪玲, 一心一意地撕咬着萧寒。 陆雪玲大哭, 视线在人群中搜索, 最后看到我, 然后疯了一般要扑上来。 不过不等他接近, 就被我身边的彩珠一脚踢翻, 然后侍卫抓了起来。 我微微皱眉, 感觉有些异常, 视线移动, 在一众惊慌的人群中 发现无比冷静的萧册, 此时萧策嘴角带着冷笑, 就这么淡淡地看着。 彩珠在我身边开口, 主人给那条狗动了点手脚, 我恍然, 怪不得狗将军 完全不听陆雪玲的话。 祈福大会草草收场, 皇上被气得昏迷, 陆雪玲看着萧寒血肉模糊, 也当场昏迷。 萧寒的小命救了回来, 但是一双手是彻底废了。 陆雪玲等陆家人都被收押了, 一切等皇上醒来后定夺。 在外人看来, 这件事最直观的受益者就是皇后, 因为二皇子废了, 小皇子还是奶娃娃, 那皇位就是太子的。 所以所有人都觉得此事是皇后做的。 皇上醒来, 第一件事就是调查此事, 结果发现狗将军被人喂食过药物。 顺着药物查到是太子府的人曾经买过, 皇上直接禁足了太子, 皇后去求情, 也被皇上赶了回去。 我心中一惊, 没想到肖册真是好手段。 不过在陆雪玲醒来后, 他直接去求了皇上, 说是此事跟太子无关, 就是那狗得了病, 怪不得旁人, 让皇上饶过太子和陆家人。 陆雪玲此举让众人哗然。 我却明白这是陆雪玲釜底抽薪的计划, 他明显知道肖寒无法争夺皇位了, 也不想我渔翁得利, 索性推太子上位, 不能便宜我。 不过, 对此我无所谓, 因为我有后招, 肖册给我创造了这么好的局势, 我怎么着也不能浪费。 趁着夜色, 我来到天牢。 天牢使男女分开关押, 我独自去见了我爹。 我爹看到我的时候, 他连忙说道, 你怎么才来? 皇上什么时候放我们出去, 他的语气都是责备。 我淡淡地看着他, 并不说话。 半晌他也冷静下来, 直到必须依靠我, 只能软着性子说道, 我也是着急了, 如今是什么情况, 这一次明显带了讨好的语气。 我轻笑, 爹爹想出去很简单, 这件事就是陆雪玲一个人的错, 把责任都推给他就好, 不等我爹说话。 我继续说道, 一个皇子残废, 只让一条苟顶最说不过去。 我爹皱眉, 你姐姐不是已经帮我们求情了吗? 我闻言双眼微眯。 看来, 陆雪玲做的事我爹也知道, 他明显也同意, 连他也不想我的儿子当皇帝啊。 这件事必须有人背锅, 一条狗肯定不行, 陆雪玲背锅可以保陆家, 但是如果爹你想保陆雪玲一条命, 只能让其他人也分摊一些罪名。 爹你最好认清事实, 如今你就剩下一个外孙了, 你当真要便宜太子, 我说完就看着我爹, 他是聪明人, 自然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只是陆雪玲顶罪, 陆雪玲必死无疑, 但是如果此事真的有太子的影子, 那陆雪玲也能保下一命, 陆雪玲想保太子, 那我偏偏不许。 我爹没有说话, 我也不催促, 直接抬腿离开, 剩下的选择就看我爹了。 陷害太子这件事我并不愧疚, 当日我怀孕, 太子和皇后也出手了, 只是我躲过去了, 既然他们做了十五, 我也可以做出一。 五日后, 皇上当朝宣布, 萧涵遇刺一案, 罪魁祸首的狗将军直接凌迟, 陆雪玲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直接流放, 大夫人叫女不善, 也一起流放了, 至于我爹只是贬官留用。 而太子则被关进太子府禁足, 吴赵不可出府。 很明显最后, 我爹选择拉太子一起下水。 宣判之后, 陆雪薇就冲到我的院子, 他扑上来要打我, 却被丫鬟拉住。 贱人, 就是你在背后动手脚,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他怒骂我, 我却不在意。 就这么淡淡地看着他, 狗将军撕咬二皇子是本宫让的吗? 狗将军是本宫养的吗?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教字作孽不可活, 陆雪薇气红了眼, 贱人, 我早知道当年, 我就像弄死那块烂肉, 一样弄死你了, 别以为你那个贱重能稳登皇位, 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 对于陆雪薇的叫嚣我毫不在意, 他如今也没其他办法, 大夫人和陆雪凌被流放, 陆家是我爹做主, 他失去了一个外孙了, 怎么可能帮他对付另外一个外孙?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找的就是肖册, 可是肖册会帮他吗? 皇上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每日有大半时间都昏迷着, 文武百官都开始劝皇上立下一诏, 皇后抱着病体, 每日都跪在御书房, 求皇上解除太子禁足, 彩珠告诉我, 陆雪薇最近一直去找肖册, 对此我什么都没说, 半个月后, 皇上的精神稍微好了点, 他让康福寿招了我过去, 刚进皇上的寝殿, 我就闻到了浓郁的药味, 等走到床前, 就看到皇上伴依在床榻上, 整个人无比消瘦, 看到我, 皇上笑了笑, 找我过去坐下, 朕有件事想问问你, 皇上突然开口, 我连忙低眉顺眼, 皇上看着我, 淡淡地开口, 孩儿被咬, 太子被禁足这件事, 有没有你参与, 皇上一字一顿地说完, 而我只感觉后背浸出一身冷汗, 我思绪翻涌, 思量着皇上为何要问这件事, 突然, 我脑中灵光一闪, 想到了应对之法, 我起身直接跪下, 皇上恕罪, 此时臣妾只是为了保护浩儿, 陆雪凌想害浩儿, 偷了浩儿的帕子, 不过臣妾替换掉那个帕子了, 所以那条狗冲向了二皇子, 至于太子那边, 应该是陆家一开始就想找一个替罪羊, 毕竟害了浩儿, 他们也想把太子拉下水, 我一半说了实话, 一半说了假话, 陆雪凌那个笨蛋, 怎么可能想到一石二鸟, 但是我也绝对不能让皇上知道此事是肖册做的, 否则我必死无疑, 皇上没说话, 半晌之后才开口, 起身吧, 听着皇上语气平淡, 我松了一口气, 这果然是皇上在试探, 皇上不是傻子, 自然看出来我和陆雪威不和, 陆雪威宁愿为太子求情就看得出来, 朕想让浩儿登基, 你怎么想, 我刚刚坐稳, 皇上就语出惊人, 我不敢说话, 我知道成败现在就在于我的态度, 现在我也突然明白, 一点为什么皇上宁愿让太子背锅了, 因为太子怯懦, 皇上忌惮萧策, 如果太子继位即可能被萧策控制, 如今萧涵也废了, 在太子和浩儿之间, 皇上也别无选择, 只是他为什么找我说这些, 难道也是试探, 那为什么不去试探皇后? 我和皇后有什么不同? 我脑中闪过一件事, 那就是皇后和陆雪薇一直都在拉拢萧策, 这是皇上不想看到的, 而我明面上和萧策没关系, 想通这一点, 我直接开口, 皇上, 浩儿太小, 如果浩儿登基, 只怕平南王那边, 臣妾害怕, 说到这里我没有继续说了, 但是皇上却露出了笑容, 他一副老怀安慰的模样, 陆妃, 你很好, 你很聪明, 朕不希望朕的江山落在平南王手中, 孩儿已经废了, 不做考虑, 太子被皇后养废了, 他如果继位, 只会听皇后的话, 而皇后一直拉拢萧策, 说不定已经搅和在一起了, 你不一样, 你有手段, 你有心计, 你还能隐忍, 你们是朕的女人, 朕不在乎你们有心计有手段, 只要你们能忠于朕, 你能花一个月时间用血, 为朕入药, 就看得出你是个能成大事的, 朕看得出你有心计能隐忍, 在孩儿受伤这件事上, 你做了什么, 朕也不在乎, 因为你赢了, 说明你比他们都强, 你能看出肖册有不臣之心, 说明你不同于 普通厚宅女人, 浩尔有你这样的母后在, 以后登基了, 有你和肖册周旋, 那朕的江山还有一线生机, 说完皇上也不等我说话, 直接摆手让我离开, 走吧, 以后朕的江山就靠你守着了, 出了御书房, 我后背早已经湿透, 晚上我刚刚睡下, 一个人影就从窗户飞了进来, 我没有惊慌, 因为来人正是肖册, 肖册手中拿着圣旨, 走到床边看着我, 皇兄刚刚重新修改了圣旨, 上面让浩儿继位, 你说本王该不该修改一下圣旨? 毕竟善未给皇帝, 也说得通, 我笑道, 王爷是跟自己儿子抢东西, 肖册冷冷看着我, 他抓住我的手, 磨搓手腕处早已经愈合的伤疤, 听说你当初为了求宠, 给本王的皇兄割血割肉了, 我看着肖册, 如果王爷需要, 妾身也可以为你割血割肉, 肖册抓起我的手腕, 猛地咬住我的手腕, 他咬得用力, 丝丝血迹从他嘴边溢出, 我面不改色, 就这么笑着看着他, 扮赏之后, 肖册松开嘴, 然后舔去我手腕处残留的血迹, 你说如果浩儿当了皇帝, 以后要杀我这个亲生父亲, 该怎么办, 肖册这个问题很犀利, 我深吸一口气开口, 如果浩儿能杀了王爷, 说明浩儿清出于兰儿胜于兰, 王爷应该高兴有这样的儿子, 如果浩儿不能杀了王爷, 那王爷还怕什么, 我的话, 让肖册眉毛一挑, 随后笑道, 好一个陆雪燕, 本王越来越喜欢你了, 本王这辈子还没有试过自己女人是太后, 本王现在想试试, 听着肖册的话, 我知道这一局我赢了, 一个月后, 皇上病情加重到了弥留之际, 他召集了几个老臣, 当众宣布让三子消耗继位, 另外贬太子为男王, 去西南封地, 永不许入京, 让皇后也跟过去, 让肖寒去东南封地, 永不许入京, 最后是陆雪威这个淑妃, 要一起殉葬, 另外让肖册, 我还有丞相三人摄政, 这个旨意惊掉了所有人的嘴巴, 对此我毫不意外, 这个丞相明显是皇上的人, 皇上明显是让他和我一起制约消策, 不过可惜啊, 以后只能是我说了算, 三日后, 皇上驾崩, 宫中五子嫔妃全部殉葬, 而我第一次踏足陆雪威的景阳宫, 此时陆雪威正挣扎着不肯殉葬, 看到我, 他封了一样咒骂, 贱人, 你还赶过来, 我要杀了你, 他还未靠近, 就被踩住止住, 大胆, 胆敢咒骂太后, 太后, 他怎么配当太后, 他就是一个贱种, 陆雪威挣扎着, 爹一定会帮我报仇的,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陆雪威, 你输了, 忘了跟你说了, 刚刚哀家让皇上下了旨意, 路望围观婚会, 还收受贿赂, 已经被流放了, 有两个小太监拿着白铃上前还住陆雪威的脖子, 然后两人用力, 不可能, 不可能, 陆雪威呢喃着, 心中那点希望开始消失, 看着陆雪威的脸逐渐变得轻子, 我凑到她的耳边说道, 浩儿是我跟肖策的儿子, 亲爱的姐姐, 你念念不忘的男人, 最后成了哀家的男人, 陆雪威的双眼猛地争大, 她挣扎起来, 但是此刻她已经被人压着, 根本动弹不得, 我带着彩珠转身离开, 娘, 你可以瞑目了, 女儿终于为你和弟弟报仇了。